这个地方聊 那么对于这个看不见战场的这么一个探讨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另外一位知名的爆料人士 这个是谁呢 是来自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的主任 沈毅老师 好的 沈老师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沈老师您好 您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线索 想跟我们来探讨呢 关于这个看不见的 不是什么爆料 只是就刚才接着理议院长已经讲到的这个认知战 和就是说这种网络舆论空间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的应用 谈一些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么就像刚才这个理议院长已经讲到了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或者已经正在实时参与的是 可能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就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 就是说在多重场域 非对称铺开的这么一种危机也好 冲突也好 这么一种形态 它和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 这种冲突和危机的形态 存在显著的差别 比如说在现实空间而言 它的这个物理上的 这种传统上的军事较量 它可能集中在这个欧洲的东部 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 但是在它的背后 在政治和经济层面 它的博弈是遍布全球的 这延伸和超越出了这个地理的边界 那么在认知这个问题上 就是借助于全球的社交媒体 就是关于这场冲突 不管是战场上的这样一种形式 各方的利益的这样一种考量 以碎片化信息的方式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高速流动 而且这种流动 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李院长 已经讲到的那样 它其实处于一种被定制 操控的这么一种状态 有各种力量 就在普通网民的面前 去上演了这样一种博弈 那么这种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这个认知 占这个概念的话 比较通俗的讲 就有点像营销 就是说它不是宣传 它不是说我去刷一个口号 然后我统计在这个词评 或者是在这个语料上 我去压倒对方 而是我要影响你的看法 我要影响你的行动 并且我要产生这样一种效果 就是当网民去做出一个行动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我是基于自由意志 我基于自己的判断 基于我接触到的这样一些信息 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 看法和态度 然后采取行动 但事实上 你看到的东西是别人希望你看到的 你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产生的这个行动 处在某种设计的框架范围之内 刚才主持人问到了 就历史上一些比较著名的这样一种案例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你看比如说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的时候 美国总统为了拿到这个海湾战争的授权 他其实策动了一次大规模的 他们叫政治公关行动 其实就是认知塑造行动 只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认知塑造 当时重点对象不是伊拉克的民众 不是美国以外的民众 是北国 也不是美国的普通民众 而是美国的参议员 美国的众议员 他的国会议员 他组织了一场听证会 在这个听证会上 一家公关公司带来了一个小女生 这个小女生在这个公关听证会上去作证 说他亲眼看到了伊拉克士兵 为了抢走保育箱 把这个小孩早产拿出来扔在地上 然后导致他们失温死去 从而产生了一种印象 就是说伊拉克军队等于杀害婴儿的凶手 而杀害婴儿这件事情 在美国的这个背景下 因为有宗教的问题 是一个具有特殊价值性的东西 他对议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当然后面美国总统拿到了授权 而是打完海湾战争以后 媒体去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这件事情 你不能说是真的 没有证据证明它是真的 你也不能证明它是假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小女孩的身份撒谎 她不是一个伊拉克的普通难民 她当时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 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威特的家庭 那陈老师您提的这个例子 然后这个作证的证词 是美国公关公司 希尔和牛顿公司的一个产 一个营销行动 其实我这里的一个疑问就是 像我也希望像李老师想解答 就是说您刚刚已经提到说 好像他这种信息战 他的这种舆论战 好像非常之有效 就是他只要一撒谎 好像就能成功 给我感觉这些东西实在很可怕 并且非常的跟这一个 美国的自己的总统 比如说亚伯拉罕林肯 曾经说的一句话 叫你可以欺骗一个人于永久 甚至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 但是你没有办法欺骗所有人于永久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颠覆了林肯的这个 对于人性的一个美好的 这么一个期待 就仿佛说这些谎言 他一说出来就 就大家就马上就信了 就by it 对吧 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像那个刘老师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 那个林肯的那句话是对的 他不可能欺骗所有人 也不可能延续一事 但是又怎么样呢 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 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就够了 人们是会遗忘的 不是所有人会对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来追求的 来追求真相的 对 所以我感觉这个 就是他在利用人的这种 善于遗忘或者是这种弱点 能这样理解吗 是的 他是这样有两个不同的 对 陈老师您说 从下李院长的说法 就是说 从时效性的层面上来说 就单纯就这个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这件事情上 林肯说的话是对的 就是说你撒了一个谎 过了一段 你在一段时间里面 骗了很多人 时间随着慢慢流逝 只要有有心人 他终究会被挖出来 这是一个维度 但是另一个维度 就是刚才李院长 那个话 按照我的理解就是 他撒这个谎 他进行这个信息操控 他其实是为了实现 另一个功能性的目标 对 你只要在那个 有限的时间里面 达到对你认知扭曲的效果 就够了 过了这个时间 你对他没效 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当事人 他任期到了 他卸任了 追责的权力 在他的后任手上 不在民众的手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他既成事实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现在都知道 伊拉克没有大规模 上行 但萨达姆死了 那又能怎么样 那个事情做完了 没有人去复原 所以对他来说 他不承担责任 这个跟我们 就是林肯说那个话 更多意义上是从道义 从个人生活 从国内的日常 社会生活上去讲 这个事情是对的 但国家与国家之间 作为一种战略博弈的工具 认知的这个信息操控和营销 实际上是有它的特殊存在 意义跟价值的 最后说一句 那个就是 你刚才说 这东西很有效 一说就零 或者说什么 它不是当下 立刻马上拿出来的 这个是深耕几十年 上百年 积累起来的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它跟实力 这个差异 悬殊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你需要有另外一些行为体 去制约它 去对冲它 你进行这样一种 能力和战略的博弈 你才有可能去抵消 而不是说 这个东西真的就 那么夸张 那沈老师 我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刚说的 它是生根了好久的 那就是什么样的 生根过的因素 就是说有什么样的 结构化的条件 使得这样的舆论战 这样的 它更会 会更有效呢 就是说你去看那个 你去看它那个生态环境 你去看生态环境 比如说 就是说 它形成了一种 共生的关系 这个政府和媒体 国家行为体 和非国家行为体 行的一种生态 前面你们在讲 这个外包的问题 它这个生态背后 是有利益的 是有利益的 然后呢 它形成了一些游戏规则 这些游戏规则就是说 我给你一些行动的 空间和边界 在这些行动的 空间和边界里面 你可以去累积声望 你可以去获得 你受众对于你的信任 形成你的粘性 然后我有一些工具 我在网上 可以用特定的软件 去制造一些 虚假的机器人账号 形成大规模的 这种水军 这个水军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Chad GPT的前身 就是说它用一个程序 去复制若干个 不同背景的账号 其实是一个人控制的 但是当它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以为是几十上百个 甚至更多的人跟你聊天 这种东西 在09年的时候 美国军方就已经在开发了 那再比如说 就形成这种 一些就是说 有些是硬的 有些是软的规则 什么规则呢 03年 就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以后 在白宫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 有一个一家美国媒体 驻白宫的记者 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美国政府不喜欢 不喜欢以后呢 这个记者在白宫 就连着两个礼拜 连着两个礼拜 没有拿到任何一次提问的机会 然后所有的料呢 都报给了他的竞争对手 接下来呢 后来这个记者就被换了 换过去那个记者 立刻写了一篇 吹捧美国政府 这个在伊拉克发动战争 决策的这个文章 然后很快就 形成了一种 就是政府和信息发布渠道之间 这种比较弹性 有规训的这么一种机制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共同在通过向民众传递 收过校正的那些信息的 这个流程中去获利 从而形成了这么一个生态 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去采取行动 而不是说 就千万不要理解为是什么 一两个个人 一两个部门 或者说是一两个小团体 在那边搞的一个小的阴谋 它本质上是 你这么说吧 就是现代西方国家 它国家权力机器的 一个组成部分 这本身就是它的一种能力 这个是能力起 这样的一块 沈老师 我其实还是想 还想补充一个认知 你看刚才咱们探讨的 一个逻辑起点 就说是假消息 对 或者说是骗人的 但是实际上 我想补充的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 包括这种舆论生态 它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大家的这个 碎片化阅读 对 然后兴趣偏好 其实 兴趣减发 对 美国它发动认知战 它不光是靠谎言 它是充分的 其实也是它研究透了 这个传播的规律 受众的心理 它是会用人们的这种 认知上的一些固有的偏差 然后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它放的 还真不一定是假消息 它往往很多时候 它放的是真消息 但是真消息表述的差别 它都会导向一个 它想让你所有的一种 一个判断 就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一个 特别浅显的例子 我们经常说 互联网社交媒体 促使了信息的 大量的扩散和传播 这句话是不是对的 那你得到的是一个 什么判断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 但是你同时说 互联网加速了 有害信息的传播与扩散 这句话对不对 它是谎言吗 它不是 但是你听了这句话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是认为互联网 应该可能会带来一些危害 是个坏东西 它唤起的是 我的一种负面的情绪 是的 就是说这个表述的不同 所以我是想跟大家说 对于认知战的理解 千万不要就是只停留在 假消息 造谣 不是 有时候它是真相 只不过真相 它呈现的是 碎片化的真相 或者是片面的真相 然后再利用 大家的一种 认知上的一种误差 其实不是所有人 能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完整的 这个逻辑结构 或者一种事实判断 我去就是认真的去判断 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还是假 或者是 它是不是只是揭示了 事情本身的一个方面而已 第一时间get到什么点 就是什么点了 所以这才是认知战 真正厉害的地方 它就是真一假实 假一真 就是你有时候 还真不能说 就是完全只是假消息 有的时候 它是用真话来说谎言 是的 这一点是非常厉害 和非常可怕的 对 比如说你看 谭主现在呢 也为我们准备了一条 另外一条线索 那就是前段时间 俄亥俄州的 那个类似的 生态的这么一个事件 对吧 跟气球事件的 一个热度的曲线的对比 你看呈现的 这么一个情况是 当气球事件 开始发酵的时候 它开始用 俄亥俄的脱轨的 这么一个事件 来好像在对冲 或者是说 在用气球 跟这个 来转移 对于俄亥俄 脱轨事件的 这么一个注意力 这两件事 其实都是真的 但是它却好像塑造了 一个关于中国威胁的 这么一个假象 所以您怎么看这个呢 当时沈老师 还转发了谭主的 这个话题 像今天我们先问一下 李老师 您对这个 就是你觉得 就是这个热度的这个 对 在两者之间 它是如何通过操纵 一个话题来影响 对于另外一个话题的 注意力的 这个可能对于 就是真正做 新闻传播的人来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 他们更加熟悉的领域 这就叫议题设置 对 议题设置 它除了有一些 优选议题的话 它还可以制造热点 或者是改变热点 然后引导和分散 就是这个受众的 这个注意力 我觉得这个倒是 就是如果美国 它是很想把这个 就是热度降下来 把这件事情的热度 降下来 它有大把的 其实有大量可选择的 因为要知道 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大家的关注的重心 是不一样的 而且比如说 搞新闻传播的 他们会研究发现 任何受众 它对某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再大 它的关注的持续力 也是有限的 那么它就会 很好的运用这个时间差 它会同时去找到 就是说在现阶段 可能足以跟这个议题 产生对冲效应 甚至是足以 产生更大效应的 对 它去迎合那一部分的关切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是信手拈来了的 我觉得搞议题设置的 这不难 对 那它搞议题设置 会加剧美国的 这代价是 它会加剧美国的 内部的这种分裂吗 我觉得 会有这个问题吗 现在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舆论厂 现在的特点 本身就是分裂的呀 对 分裂是它的一种常态 但是呢 你如果只要 把这件事情控制在 它只是舆论厂上的 一个分裂 但它分裂的程度 又不足以 对你的现实社会 造成实在的冲击的话 其实也无所谓了 所以这认知战争 真是没成 效率又大 又没成本 是的 其实我刚刚 沈亿老师 给我了一个 非常大的启发 就是这个认知战 咱们不是说 对俄对乌 其实是对本国的人民 从伊拉克战争开始 说对本国的人 这是主持人 你刚才讲的 那个俄亥俄 那个事情 其实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刚才李老师讲了 它是这个议程设置 它议程设置 其实有几个 很有趣的点 比如说 它造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它这个选词 对一个现象 进行描述 但是呢 你不了解 那个现象 用听了这个概念之后 你会产生 另外一种认知 从而影响 把你的注意力 就带偏 它那个关键词 叫可控释放 叫controlled release 就这个 首先当这个出轨的事情 出来之后 美国国内 其实形成了两个舆论厂 一个是它的这个主流媒体 包括主流媒体的 这些在线的网站 进行报道的这样一个舆论厂 这个舆论厂上 一般的论调就是 一列载着有害物质的列车 在俄害俄脱轨 然后这个听上去 就是像一个普通交通事故 有害物质好像也说了 但多有害 危害有多严重 没有 但是呢 接下来说 有害物质 就是州长下令民众撤离 撤离以后 有害物质进行了可控释放 然后有害物质可控释放以后 当地空气检测安全 呼吁民众撤回 当你听到这样三则信息之后 你就知道一个地方出事了 这个事不大 它被处理完了 然后没事了 对吧 我后面说的就叫认知 前面就是加工过的信息 而另一方面呢 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对这个事情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名称 叫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 当你听到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 这个词的时候 你说 因为切尔诺贝利 大家都知道 对吧 是一个灾难性的事故 而且是一次环境生态级的灾难 是一个核反应堆炸离 那你说这个火车轻浮 它要比肩核反应堆炸离 那所有的人兴趣就掉起来 其实中间就涉及什么呢 中间的绿烯 然后这个绿烯被点燃 一种不当的处置方式 引发的漫天的烟尘 然后引发的这种周边的环境的 负面反应的照片 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后 让大家质疑 你中间进行的消息的隐瞒 但是 在大概你刚才看的那个 红线被压住的那条 就前面10天左右 美国的主流媒体 它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 拒绝和过滤信息 我不说假消息 我说我知道的真消息 这个消息相当于是 政府的新闻发言稿传给我 我如实地念了一遍 同时社交媒体上的内容 我不报 我当成没看见 那么如果说 受众只阅读传统媒体 或者这个传统媒体 能够覆盖这个受众 所有的信息获取的整体范围的话 他就把它照到那个罩子里去了 这个时候他被操控了吗 他被操控了 他有没有被塑造呢 他被塑造了 你说这个消息是假的 因为后来政府解释了 这个control的可控释放 就是一次可控爆炸 到后来又说了 就是在车体上打了几个洞 打了几个洞里面东西出来 然后我一把货把它点了 但是 当所有人都满足于可控释放和无害 并且信任了消息来源之后 这种认知就被操控了 而且它会产生个很有趣的现象 叫什么呢 叫合理化 什么叫合理化 就是说 我接受了这个信息 我认可了这个结论 我到网上把它发布了 然后别人有人过来跟我debate 跟我来吵 我会自己去找理由 去论证我传播的这个信息是真的 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发生的信息是什么呢 一群人开始论证 这种点燃的方式 就叫做焚烧法 就是处理这种东西的业务的通常标准 甚至拿了一条新华社的截图 上面有焚烧法这三个字 前面写的是绿乙锡 说你看你在这儿也是这样处理的 然后他还拿化学公式贴上去 然后构建了一个他认为自洽的事实 这个是我们去关心认知战这个事情 真正需要关注 说如果你的认知在前期被预制和塑造好了以后 他灌进来的信息里面 即使有不洽的地方 甚至有揭露他的这些信息进来之后 你会自己去把他拒绝掉 至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觉得刚刚其实沈老师 我们都在举美国的这个历史 我想回到说美国的这个认知战的这个历史 因为刚刚沈老师跟我的最大的启发 是这个认知战它可能不是对外的 它手机要可能是对内的 我现在的一个感受 我突然的一个想法就是 美国的他这种认知战的这种能力建设 可能恰恰是从美国自己的政治的发展历程当中 他开始慢慢习得的 因为他这种特殊的政体 比如说我们想到美国历史任里有很多总统 其中有四位总统 他其实对于媒体的掌握 他是那种开创性的 第一个呢是杰弗逊 他掌握的是什么呢 掌握的是报纸 然后第二位是罗斯福总统FDR 掌握的是电台 他通过炉边谈话振奋人心 第三位是肯尼迪 他是电视 他用他的光芒掩盖了当时的副总统 尼克松等等等等 而第四位您觉得是哪一位 奥巴马 奥巴马 他掌握的是什么 互联网 社交媒体 那我们能说川普是掌握的是推特吗 推特 那就是第五位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的这个小小的书里可以看到 他这种塑造或影响操控民众认知的 是从他国内政治生发出来的 我能这么理解吗 是从国内政治 大家就习得了这一套就玩得很顺 是的 这就是我刚才其实在一开始 我们在探讨这个认知战 看不见的战争的时候就说了 他是古以有之 而且呢 他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现实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 他呈现一些新的方式 就像你说的 从报纸总统到推特总统 他其实就是反映了 这个技术和应用本身的变化 但他一脉相承不变的是什么 不变的都是对通过媒介 然后对认知的影响和塑造 这个东西是万变不理其中的 是的 所以他这个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可能在这种社交媒体的时代 我们更要注意 就像刚才沈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预制 还有包括他娴熟的这种手法 我觉得这也带给我来 我一个思考 就是我们好像说这个问题 说得好像 哎呀他很严重 他操作得很精巧 他掌控得非常的全面 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办法去化解了 对我们怎么反抗呢 我们怎么去反制 这个我也是想跟那个沈老师 我们也进行一个探讨 感觉好很无力 我是觉得我们怎么去反制 反正目前我能想到的就是 节奏肯定是不能跟的 就是当一件事出来的时候 节奏不能跟 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完全跟着他的节奏走 他炒热的时候 你也跟着热 那一定是就落圈套了 对 然后第二点我能想到的就是 坦率讲 因为现在的受众 这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 人人皆媒体 然后人人皆网民的这种时代吧 我觉得我们恰恰其实要特别重视 就是这个民众这个素养 什么素养 就是对于真相判断的素养 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有一些正常逻辑的素养 就像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我们经常以前特别爱用就是 就是美国和西班牙 就是当年打仗的时候 美西战争 美西战争的那个 不我说的是那个海军的那个增兵广告 他用了一组数据 特别有意思 他说比如说 我的海军的这个死亡率 是0.9% 而同期纽约市的这个死亡率 确实高达了1.9%还是2.9% 我忘了 这个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这个数据是不是很有说服力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判断和素养的 就是我觉得普通的大家看一眼 就会觉得哎呀我要去当兵 这是说明现在在海上比在陆地要安全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你稍微有一点这种 就是判断和素养 你就会分析 它这个数据的基准 本来就是不一样的 海军全部是成年人 适临的身体好的 它的死亡率 而纽约人口 脑络病残还在里头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什么 这个媒介的这个时代 人人皆媒体 人人皆网民 甚至人人自主不自主 都是成为水军一份子的时候 你要特别就是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 这是为什么这些年 咱们国家也在推这个叫网络素养 网络素养的培养 其实这个素养的培养 不光是说文明啊 最重要的是还是一种理性的判断 我觉得能多一分常识 不要跟风 对 多一点就是逻辑 可能就会好很多 是的 是的 您这个确实启发启发很大 因为刚刚讲了 好像我们这个 我接着你老师再说一下 我觉得其实呢 这可能是几个维度的事 第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梳理了 这个美国历任总统 他对于不同技术时代背景下 这个最重要的媒介的这个掌握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传播宣传 或者说信息的发布操控 或者是影响认知 它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任何一个政党 是政治权力的天然组成部分 它就是权力的一个部分 它甚至就是权力起作用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 那当然可能之前呢 在一些对于媒介性质的 这个介绍过程当中 过于强调了 它的所谓公共属性 让大家觉得 好像这个东西 跟政治权力无关 其实它自古以来 全球世界上各个地方 它都和政治权力 是特定的嵌合在一起的 当然第二个呢 在欧美的这个政治制度下 就是说因为它涉及到 政治动员的问题 或者说进入到 现代政治体制之后 它要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 这个政治动员就是塑造认知 政治动员的过程当中 它认知一定是被塑造的 你不可能完全处于一种 放任自留的这样一种状态 只是程度和差别的问题 所以每个国家 在国内政治当中 你甚至可以认为 任何一个合格的政客 或者是政党 它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 当然我们讲到第二个维度 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这个认知战 就是说有一些国家 我们说或者直白一点 美国 美国的政府部门和它的媒体 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安全的 重大议题上 通过投送虚假信息 或者对信息进行操控 或者是对信息进行裁减 让受众 包括国内受众和全球受众 包括其他国家的行为体 产生错误认知 进而获得一种 不对称的比较优势 这个是国家之间 能力博弈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刚才 李彦老师讲了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你要去应对 站在中国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一般是沉压的 我们是承受压力的那一方 我们是被美国针对的 这么一方 那么在这种博弈当中 第一个就是 个体能力的建设 就是你作为 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说的直白一点 为了避免持续不断地 被这个反转事实打脸 那你要提高对于 信息的这个鉴别能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机制 机构的这种能力的建设 这个在国家层面上 要有这样一种 战略能力的构建和规划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对于媒体来讲 首先这个媒体素养 就媒体首先要表现出 这样一种媒体素养 尤其是你在采集 传递和扩散 从外部获得的 相关信息的时候 你就要提升 这样一种鉴别能力 就举一个刚才 很简单的例子 当美方使用一个词 刚才李老师说了 带节奏 这个带节奏的一个 核心体现是什么 就是一个新闻事件 出来之后 中间涉及对事件定性的 那些关键的词汇 中间如果是做了手脚的 你能不能看出来 你能不能识别到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 就是交叉查证的能力 对比查证的能力 然后获取第一手资料 然后反向去推断 它这个报道内欠问题的 这样一种能力 那这个其实你会发现 从这个角度说下去 它本质上 这个所谓的认知博弈也好 它就是国家之间 正常的战略竞争 和战略博弈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这里面可能 避免两个误区就行了 第一个就认为这种东西 就是耍嘴皮子的功夫 没用的 最终是要靠实体层面 我们闷头干好就行了 这个东西不去重视 这个肯定是会吃亏的 另一种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美国提供了一个 另一种教训 就是说 如果你的所有能力 全部放在这个上面 你就会出现另一种脱节 就是你的这个信息构建 和速度能力非常强 但是解决具体实体问题的 这个能力反向会拉胯 结果导致后面就会反噬的 就拿俄亥俄火车 那个事情来说 它其实就前期 塑造了太队火成功之后 后面就崩了 这个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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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 您先 没有 没有 我就说 沈老师 我其实就是 刚才您说的这些 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启发 我觉得也是一个维度 咱们也都是做这个网络空间 国际治理的 你看 你看我们刚才谈到的 都是说 我们从沉压方 我们如何去化解 但是实际上 我们从施压方 我们也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角度 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 就是规制的 你看 建立一个规范 对 美国其实它本身 你看 它也在治理 所谓的假新闻 所谓的政治谣言 是因为它觉得 对它的核心利益 比如说咱们经常说的 它对它选举体系的 一个冲击的话 它就要说 我要建立一套国际规则 各国应该 本着负责任的 国家行为的这个出发 我去制定一些规则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 反过来的话 就是我们 同样 是不是我们可以思考 凭什么 比如说按照美国的这个偏好 它认为哪些 就应该纳入规范 哪些行为 就应该受到规制 你是越界了 那么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传播 或者认知战领域 是不是也应该 有一定的界限 有一定的规制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 国际社会共同地去 因为你有些时候 你的认知战 你超过了一定的底线的话 我觉得 或者是触犯了 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 也许 其他国家的核心利益 也许跟美国的 国家的核心利益 并不一致 但是 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利益是不平等的 是的 对我们是不是也有 可以全力去要求 然后从国际规则的角度 我觉得也应该对他 因为他是超强的 越是因为超强的 他才越应该受到 把他放进这个规则的 不叫笼子里吧 叫起码形成 一定有效的制约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也可以作为 对 我接着李院长这个思路 我觉得 就是说 就像人类历史上 这个我们很熟的军备控制 某一种先进的武器 就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他大体上经历这样的过程 有一些行为体 他先获得了这种能力 他就用得很开心 然后用着用着 他扩散了 扩散了以后 开始反向 让大家意识到 这个东西不能无限制的 无节制的走下去 走到最后 对所有人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一个规则 把它约束起来 我个人觉得 就刚才像李院长说 因为我们都很熟 就是在这个网络空间的内容治理上 2016年之前 你跟美国人谈 网络空间的内容治理 他踩都不踩你的 就是网络空间信息自由流动 因为那个时候 他觉得他用得很爽 他就这个东西 可以无限制的来打你 2016年 出了特朗普的事情之后 他们立刻就让荷兰人 去抛了那个 所谓互联网的公共核心 那个公共核心 就加了一条 就是把选举系统 放到和水电煤 这种关键基础设施 同等地位上 然后他这种规制 就是构建一个 对他的选择性规制 就他脆弱的地方 用国际规则保护起来 避免你去打他 然后继续保留 他打你的自由 那这个时候 就是另外一种 意义上的能力 就是我们提一个规则出来 对吧 我们提一个规则出来 但这个规则要有依据 而且说实话呢 这个规则 也是需要有实力支撑的 就说白了 你也有办法 让他在网络空间的 信息流动上 感到头疼 感觉也确实不能放任 自留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大家进入到 这个轨道上来 我觉得目前这个呢 美国人还在降 还在纠结 它是那种 让自己能多占一点便宜 就想多占一点便宜的 但是呢 国际社会上 对于虚假信息 和这个国内政治的 干预类信息 和操控类信息 进行必要的管控 仇恨言论 煽动信息 进行必要的管控 这个共识呢 应该说正在慢慢达成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完全放任的话 就像刚才李老师讲的 也主持人担心的 就整个我们的网络空间 就变成个 就变成个大型黑帮了 连这个弱肉强势都不是 就完全是黑帮 打打抢的那种状态 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这个是个灾难 绝对不能容忍它发生的 这个肯定是要通过 规制性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好的 好的